謝謝主席,邀請部長 部長請坐 不好意思 林委,你好 這應該很快就復原吧 祝你早日康復 謝謝 部長今天審查幾個基金會 比較有興趣的 台灣省同軍文教基金會 這個有必要嗎? 省政委已經是虛極化了 台灣省同軍文教基金會 越過台灣省其他的像北高兩市 或者是中央所管轄的大學高中高職的同軍 有關同軍的教育 或者是這個社區的同軍的這個推動 會不會超越了台灣省同軍文教基金會的工作的範圍 台灣省同軍文教基金會是當年在教育廳的時候 教育廳出租 那教育廳後來因為精神之後變成教育部的中部辦公室 所以變成教育部就是要去對這個基金會來加以輔導 其實北高他們也各有同軍的相關的基金會 全國要一個全國的一個同軍基金會 所以同軍教育是很重要的 日行一散 那我想基本上除了台灣省同軍這個推廣 這個同軍文教基金會之外 你剛剛也有講也有全國的是不是 對對對對對 趙索伯先生他就全國的 他不屬於 他全國的 全國的 這個我就比較這個陌生一點 我對這個也是這個蠻這個有興趣 因為個人過去也是這個擔任這個 校長 校長除外 同軍團長 拿 募章 四顆的募章 那很了不起 不是四顆啦 這個基本的啦 兩顆募章 持有人 那我一直覺得說 台灣的同軍的教育的運動很值得推廣 特別是往社區這個部分來發展 我覺得非常重要 我不曉得目前國中的同軍教育是怎麼來推動 他也是一個正式的課程嗎 沒有 國中的同軍教育啊 事實上過去因為單獨有同軍這個課程 那現在呢 沒有啦 融入到中俄活動 中俄活動 他在中俄活動裡面來實施 所以 學校還是有同軍團 有些熱心的老師 社團活動 那有沒有同軍的這個專業的老師 過去好像是工軍系畢業的 就可以當同軍老師 他會聘這方面的老師 但是都是在做綜合領域裡面的老師 綜合領域的 所以不限於這個要同軍專科的 世大工技系啦 世大工技系就是同軍老師的培養 謝謝部長 接下來我要問的就是 這個學期也要結束了嘛 是 也就是說 這個學年度也要結束了嘛 對到六月 那麼六月開始 多半都是各級學校的這個BA典禮嘛 是 是 回顧過去一年 各級的教育 或者學校的教育 你有什麼樣不同的看法 或是 應該要改善的 應該做檢討的 未來 我們要怎麼來推動 是 謝謝這個 大概的說 一個意見 那雖然過去這一年 剛好因為 八八豐災之後 所以我們這個 債務重建 可能是一個比較重點工作 同時呢 這個H1N1 學生的健康 這問題呢 我們也走過一段 到寒假整個呢 控住這個病情 所以這是黃币方面的 那麼像 危險教室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過去重點的一個工作 包括在這個 地震 這個地震帶斷層 兩側的這個 鑑定安置 重建 這都是比較 所以硬體比較 這個黃币的 那在積極方面呢 因為我上任之後呢 就很強調 全人教育 強調學生的品格教育 所以我們得益的一個活動呢 以前我們有 教育部所謂三品運動 那現在雖然沒有提三品運動 但至少對品格教育 品德教育 我們還是積極在推動 尊師重道的問題呢 我們今年有師多獎 要開始9月28呢 全國性的表揚 讓師道能夠提升 那麼對學生的這個孝親 五月份的孝親月 那麼我們也加強 所以我一直認為從品德 從孝道 從師道切入呢 給孩子一個好的正確的價值觀 我們積極在進行 那至於說整個這個課程的發展 這兩個課程的實施 那麼國中還有這個高中 高中現在有歷史 跟那個國文呢 大概在這個八月底之前 應該這兩個課程也會訂定 所以整個課程的改革 因為課程是學生學習的依據嘛 這也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也積極在做 那整個教育的改革 事實上在教師會 家長會 跟校長學會 三個學會的互動方面呢 比以前更趨於這個穩定融合 衝突事情比較少 所以一切都是回歸到教育的專業 那我一直認為說教育呢 應該要給孩子最好的學習 成長的空間 怎麼來保障孩子學習 所有的情誉 一直是我們同仁 大家共同努力 謝謝 部隊同仁很感動 他們都很認真 謝謝部長 就針對剛剛你所提到的 我約列的就談幾個問題 第一個 關於你剛剛講到說 對八八災區的這個學生 以及他們這些學校的照顧 應該要非常的重視 對不對 是 那在去年 這個教育部也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原住民高中職受灾的學生 學雜費是全免的 那麼今年要擴取所有的原住民高中職生 是不是這個樣子 對 那你說說看 目前做得是怎麼樣 是99學年度呢 這個原住民的孩子練高中職 他們是免學會的 這個我們已經沒問題 就是從今年九月嘛 對對對 就是下個學期開始 是 全部受費的學生有多少人 受費的學生 兩萬多還是多少 我再查一下數據 抱歉我沒有計算清楚 就是原住民的部分 高中職大概一萬八千 到兩萬 之間 都能夠 這個 學雜費 那麼 吃住呢 吃住目前 有宿舍的 有住宿 有住宿 他的 他的 這個 膳食費呢 原來有的 原來有的 那 本來沒有的呢 你應該講 原來有的 那 應該也有沒有的 按援有的規定 原來 有的我們都還是 有沒有補助 有補助 補助多少錢一個月 一個學生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那個 偏遠國中 或者是 離島原住民 三地離島原住民國中 他也有住校生嘛 對 是不是 那麼住校生是怎樣 也一樣 提供住宿免費 住宿 那 全額免費 全額免費 全額免費嘛 對 因為國中的義務教育 縱然他的家就住在對面 學校門口對面 他仍然可以申請住宿 對 因為國中的義務教育 沒有因為 沒有因為遠近 來做限制 沒有沒有 那非常謝謝 你剛剛談到 這個 師舵講 這個老師 這個部分 是 最近 教師徵選 也即將開始 這個 差不多了 招收嘛 是 那麼 基本上 台灣地區 因為 流浪教師很多 我們講流浪教師 是有點難聽了 那麼 儲備教書 對 然後呢 又少子化的一種現象 那麼教師徵選變成是 生多多少 生多多少 一個現象 那你對這些 流浪在外的這些老師 很想能夠回到學校 但是 他又考不上 我們怎麼去輔導這些老師 不要造成社會的一個問題 是 我想 我們本身 有很多的措施 希望說 降低班級人數 來增加老師的缺額出來 那這個 對於 這個 政治專長的教師 對 那麼 讓老師去共聘 或是行為的模式 也讓儲備老師可以到 這個 這個偏遠 這叫外聘老師 對 共聘的老師 另外我們有 夜光天使的點燈專案 攜手合作的計畫專案 這個有多少 客戶照顧 這樣的老師有多少 這樣的老師 你說夜光專案這個部分 2700 全國有2700 是針對國中國小還是什麼 國小 國小 是 那基本上 是有在做一個處理 但是 沒辦法廣難那麼多的 對 如果在外的這些 沒有工作的老師 對 這倒是我們 比較隱憂的一個 這個部分 那麼 中措的學生 有沒有逐年下降 有沒有一個數據 中措的學生 是有逐年下降 而且我們中間 也有中途學校 那麼 委託 那個基督教 或是委託一些 這個實戰機構 這些中措的學生 找到另外一個 安置的一個 學習成長環境 有時候他覺得不適應 帶到這個地方去 他覺得蠻適合的 這個部分 是 這個 原住民地區 中措的學生 的比例 是比較 比較嚴重的 我們希望 這個部裡頭 要拿出一個 非常 貼切妥善的 是 98年12月中措 大概有146人 對 大概0.19 這個百分比 就是100個 不到一個 所以 比例還算低 所以不管是中措 或者是 一些有問題的家庭 我一直覺得 除了 這個學校行任人員 或者是 這個家長之外 我覺得老師 是最重要的 對 所以有一句話 我們常常講說 沒有學不會的學生 只有不會教的老師 但是最近 這個 有一份調查就是 兒童生命月刊的報導 調查說 老師 在小孩子的心目當中 最了解 小孩子自己的 既然排不上前五名 第一名最好的是 這個 父母當中的母親 然後是 他的 父親 這個 或者是 這個 兄弟姊妹 然後是他的 這個朋友 同學 老師排不進 前面的五名 這是什麼原因 因為我覺得 既然 我們要鼓勵老師 我們 這個部裡頭也設 所謂的師舵獎 給了那麼多老師 進就的機會 給了那麼多老師 很多 輔導的機會 讓這些老師 更能夠去了解 這個學生 但是在 孩子的心目當中 老師 既然排不上 最關心的前五名 是 有沒有一些 值得 這個檢討的一個地方 老師 有安心的也很多 但是可能 學生心目中總是 比如說 有事情先跟自己親人講 老師 因為他有考核 有 打分數的壓力 所以 學生有時候 會把老師 書生還是有點距離 從社會學來講 社會適當的距離 也是有效學習 但是他會 有些話他不願意跟老師講 所以常常 有時候 我覺得有些話 我會跟自己父母講 跟自己親人講 不是害孩子 我們也會這樣講 但是 是讓老師有愛心的有些 得到學生 信任的老師也很多 也很多 我們不能說沒有 但是總是比起來 還是老師 還是比較 學生不敢 跟他保持一個 師道的一個一個 尊嚴 有時候不太敢 講套心的話 這我們想 老師要多一點愛心 用多一點方法去 接觸學生 設置清華的實驗班 對小清華 這個 從教育的立場來看 我們是不是值得鼓勵 來 在各個學校 來辦 原住民的專班 我覺得 他雖然不是雙軌教育 但是至少 在主流社會當中 有一個班級 能夠在這個主流社會裡頭 來設計一個專班的時候 他能不能適應 整個主流的環境 是 這個可能是比較重要 一個課題嗎 部長 你的看法 平北高中 他這個小清華 有一點比較 原住民的精英 高中學生 精英 你把它 這個 做專班的處理 對他的學習 不會影響到 跟普通班的一個融合 那如果說普通的學生 你把它 專班 隔離的話 未必是最好的處理方式 但是 你說 像 要成立一個 原住民 學生數比較多 學校的中學 這倒是我們跟台北縣 也積極在談 原住民的完全中學 對 或者是 這個 台北縣正在推動的 原住民高級 這個 原住民的實現高級中學 這些等等 跟台北縣 在積極在談 我們都可以做一個 深入的一個探討 都可以這個支持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另外 謝謝